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二手啊 最近呢 还是 每天 出两个视频啊 一个是那个 讲之前我在澳门的经历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带大家云旅游啊 就是我每天去北京的一些 景点啊 带大家看一看一些美食美景啊 这两个视频啊 喜欢看这个 澳门故事呢 不耽误 每天还播 然后那个 愿意对北京的美食美景感兴趣的呢 也可以看我那个视频啊 反正就是 从今天开始呢 每天出两条视频了 因为呢 我愿意去把一些北京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呀 介绍给大家 啊 行 咱们就说 说故事啊 这条视频是说故事 上回呢 就是说到我跟小明 我们俩一块 啊 红脸了啊 因为小明这人的胆子大啊 从 我们俩上学那会儿呢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靠谱的事 他就毅然 决然的就去敢干 啊 比如说 在马路上 对 在马路上啊 比如我们俩上学那会儿 遇到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小女孩 哎 我呢 那会儿呢 就觉得有点羞涩 不好意思 小明呢 就过去去跟人打招呼去了 啊 就跟人聊天 然后跟你交个朋友可以吗 是吧 你有BB机号吗 那会儿还BB机时代呢啊 我们上学那会儿还BB机时代呢 什么呢 咱留一个联谊方式啊 交个朋友认识一下啊 怎么说呢 虽然说有些时候呢 会被人家女孩子拒绝 但是呢 小明呢 往往有一种迂攻离山 弃而不舍的精神啊 往往就是那个 非常的傻啊 然后呢 尤其受那个古惑仔影响啊 就是山鸡说那个话啊 我是山鸡啊 鸡巴的鸡 然后呢 喜欢一个女孩子呢 就要说出来 说出来呢 就有50%的希望 不说出来呢 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他呢 就是这么理解的 有些时候 我们俩下学回家 就是骑自行车在大马路上 看见哪个女孩子长得好看 或者他觉得喜欢的 马上他就停下来去跟人家 搭讪 我就觉得这个不靠谱 反正要 那时候反正是搁我 我是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他就行 呃 当时呢 我们俩呢 就 红米了 红完米之后呢 呃 小明呢 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再接着干啊 咱接着战斗 我呢 跟小明说呢 就说咱们这个 就先停一停 今儿呢 就这么着吧 啊 你看我 人性格就是比较趋于稳 呃 就是说 红了米呢 就老想那个 见好就收啊 老想那个 落袋为安 小明呢 是 嗯 咱们红了米呢 要乘胜追击啊 乘胜而上 继续扩大战果 但是呢 这个人跟人之间啊 都是各离弊的啊 就是 他这样的人呢 就是虽然说他有些时候呢 他确实能得到一些 一般人得不到的 但是有些时候呢 他也吃不大亏 啊 所以呢 他呢 就是说有些时候呢 他也听我的啊 他知道有些时候他 就是说那个胆子是比较大啊 是敢勇往直前 但是有些时候呢 他需要一个像我这二人的把他给拉一拉 当时呢 他就听我的了 他说那这么着咱二手咱吃饭去 我说吃什么呀 他说这儿有炉煮火 知道吗 我说这是赢钱赢傻了吧 成天天的 那那北那北京是有炉煮火 上那澳门能有吗 啊 反正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澳门哪有卖炉煮火 上了 但是呢 这个事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人他永远也改变不了出身 啊 其实呢 就是说你一高兴了之后 就是你有点什么好事啊 喜事啊 你高兴了之后 你越想吃什么 这就代表了你的出身 啊 小明呢 也是一般老百姓出身 走那儿就是炉煮火 上了啊 灌茬啊 签兵啊 炒盖煲豆腐脑啊 啊 他有那么多钱他也就那样 我说没有 他说那咱吃什么 我说这儿就是海鲜啊 啊 咱就整点那个什么鲍鱼吃香麻棒 这儿都有的事 我说那就走着 我们俩呢 就找了个海鲜馆啊 点了瓶酒 红的米呢 就高兴呢 点了瓶那个马跌利啊 来了瓶马跌利 我们俩就跟那儿喝上了 喝了一个五米三那儿啊 按小明的话呢 就是脚底跟踩了棉花球似的 我们俩呢 就又往那菜市场走啊 就那会儿就是 第一红米了啊 每人都红了一百多个啊 就高兴 再一个呢 家上又喝酒 聊天又喝美了 就开始忘乎所以 然后往菜市场里走 然后那会儿呢 就是 继续战斗啊 那时候小明的那会儿喝了 喝高了 直接就开始啊 啊 就开始那个 胡言乱语啊 口吐 口吐狂言了啊 不就是妈嗝吗 啊 不就是菜场吗 扯他妈蛋 下午就拿捏他去 啊 去了这个菜场又开始拿捏 推了一个10w的塑料片 黑了啊 啊 然后呢 小明的又换了10w塑料片 刚才说我还不信了 咔 又推上你又黑了啊 打了个宝格 打了个酒格 呃 哎 我还不信了 今儿我还治不了你了 又换了10w 说二手你也换 咱俩得并肩作战 你跟那看着干嘛呀 你得得一块参与进来呀 那光靠我一人能行吗 咱俩一块参与 这得有气势 得压倒他 我呢 也换了10w 跟他一块推 咔他 我俩那个俩搜料片 一下落一块推上去了 又黑了 这一下呢 小明的有点气急败坏了啊 有点气急败坏了 说我还弄不过他了 我这这么一会弄了我30个w 我说要不然小明啊 这就连黑三口啊 咱就先黄了嘛 啊 这个事呢 较进不来 这个时候呢 过了一个那啥 去去妹啊 就就跟这个小明说 说 那个 大哥咱们认识一下呗 按理说呢 应该是说甭搭理他 但是小明呢就说 好啊 然后我呢就是拉了小明一把 我就说小明你认识他吗 你就跟他 搭个 小明说干嘛不认识啊 走 哎 俩人呢 咱们着一碗胳膊一块手就走 我问 这小明啊 这个人的特点呀 就跟那个 骨骼崽里那个山鸡似的啊 走到哪都离不开女人 就成天天的就走 平时走大马路上都得寻闷女的 他看见哪个好看的 他就马上就得过去 跟人去搭讪套进户 要联系方式 啊 这一下呢 就跟那个去去妹呢 就一块走上了啊 后来呢 一边走 一边聊 然后呢 就是这去去妹呢 就叫什么呢 叫小杜 啊 就管他叫小杜啊 是越南人 中国话呢 说的不错啊 俩人呢 跟小明之间呢 你有来言 我有去语 你有情 我有义 啊 这一下呢 小明呢 是又喝了酒了 这又看见去去妹了 就要 往房间 回房间去了 按手 回房间去了 呃 我说 那那那那什么 那你回去吧 我先不回呢 他说 你跟我一块走 啊 呃 那个 我就跟他一块呢 回了房间了啊 回了房间呢 这个 小明呢 哎 就是 展现了他的七十二班变化啊 我呢 就又看了一场现场版的 这一下呢 这一下呢 小明呢 就是 哎 算是完事了 结束了啊 那个 小明说 那个 这样啊 小杜 咱们呢 就这样 我呢 给你这个 5k 啊 你看 行不行 那个 小杜呢 就越南那妹子呢 还在那修大大的说 你是老板 小杜呢 听老板的 听你的 你说怎么样 就怎么样嘛 一把把钱抓过来了啊 在衣服里头了 能在澳门混呢 都不简单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到了晚饭那点了啊 到了晚饭那点呢 我跟那个小明呢 那个 又去 吃了点 喝了点 然后那个 呃 新傲天地那个一个公关啊 就找了小明呢 问他办办卡啊 然后呢 小明说办 我说就甭办了啊 这个 办完卡 挺麻烦的 小明说办 干嘛不办呀 办 一办完啊 然后那个 公关呢 又送了两天房间 然后那个 这个 小明呢 拿那个微信啊 加上那个公关那个微信 然后开始咔咔咔就聊 公关呢 说晚上呢 给小明安排一下吧 然后呢 给小明呢 弄了 拿了个手机 小明呢 在那咔咔翻照片 一会呢 干说就是他了啊 这个 呃 当时呢 是 小明选的叫 这就是叫什么啊 那会儿有一个 流行的一段的歌曲 叫狮子座啊 就是七月份的尾巴 是狮子座 就唱这狮子座这女的啊 唱狮子座这女的 然后就是 当时呢 就那啥啊 就那个 小明就选了他了啊 除了唱这狮子座以后就没有什么家座了 当时呢 小明呢 是给了 12个W 就这个 就是包下这个狮子座的服务 啊 当时呢 呃 又是大碗上了啊 又是一番云语 我就在这儿呢 就是看狮子座啊 其实呢 当时就是说在澳门呀 那个时候啊 怎么说呢 去军卫呢 有高级 有低级 高级的呢 他就是 上什么那会儿的超级女生里头有什么落选的呀 是吧 比如说超级女生 某某某省啊 递多少多少名啊 这些 都在那个 妈哥那边做外卖 小明呢 当时呢 就选了一个 有做这种高级公关呢 也给提供这方面的牵线拿桥的服务 这一下呢 小明呢 就算是精疲力尽 精疲力尽之后呢 接着呢 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 起来时候 就中午都快11点多了 我们俩呢 就直接就吃饭了 吃完饭呢 小明就说 早整 再战斗去 昨天黑了30个拿不了 是不是 就是咱得给他干回来呀 二手 你得干 我说要不然算了吧 你看我这人到 看劫上是吧 老有点心虚 你知道吧 老有点心虚 也不是心虚 就是 老是想落袋北安 小富极安 小明呢 这个人呢 他就不一样 他就是 遇到事了 就是老想干大的 老想乘胜追击 不满足于现状 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 他的成绩要比我要大得多 因为毕竟 之前我说我高风险就伴随着高收益 他老敢干那高风险的事 我呢 就不行 我说那要不然咱能算了吧 他就说 你干不干 你不干 我自个儿去干 我说那你说去 我能说不去吗 小明呢 就又过去干去了 啊 他呢 他呢 也不管什么路子不路子就是推 卡卡就是一阵推 结果当天下午呢 是怎么推怎么来敏 啊 一下午呢 哎 真的就是一下呢 就干到二百多 呃 干到二百多之后呢 他就打算把这个 塑料片换成敏了 然后他那个公关的那个小明说呢 说 呃 先生你 想不想去厅里头玩 然后小明问什么厅里头 就是贵 公关就说贵宾厅 小明说走啊 去啊 我呢 就想拉着点他 我说咱别去那了 那个 那里头啊 不 怎么说呢 那个 是红的大黑的也大 大起大落的 咱就简简单单玩一玩就完了 小明说 哎呀 这个做事啊 我跟你说二手 咱这男人就得拿得起 放得下 该往前冲的时候 暂着往前冲 啊 那个贵宾厅呢 以前我还没去过 正好今天这兄弟呢 说 哎 邀请咱去 咱就看看去 那贵宾厅小明是没去过 那我知道啊 对吧 然后呢 就进贵宾厅了 这贵宾厅啊 他最低 是投注是一打不定 啊 不能再低于这个了 贵宾厅里头呢 都是各路老板 啊 就是 各路老板 以及各路社会名流 反正肯定不是一般人 小明呢 就怀揣着这点脸 就开始咔咔就往上推 那一天啊 小明的运气啊 是出奇的好 啊 我呢 就是 当时呢 已经是 不敢玩了啊 就是在贵宾厅里头 我不敢有动作了 因为之前包括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帮美姐红敏的那个那个经历啊 让我对贵宾厅有种抵触感 就是来了这个贵宾厅里头啊 我就觉得特别压抑 特别那个 心跳加速啊 就觉得天上一脚 地下一脚啊 里一脚 外一脚 似的啊 不定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一旦要干不好的话 这个可能这辈子就交在这贵宾厅里了 小明不怕 咔咔就干 呃 到了 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呢 差不多呢 小明呢 就一共干到了那个 干到了有1700个W 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钱啊 来的太快 而且当时我心里的话 就害怕了 啊 我就心里头有隐隐约约有这么一种感觉 想就小明这辈子可能就毁在这儿了 啊 果不其然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呃 公关的给换了一个更大的房间 啊 就给我们哥俩弄了一个更大的房间 然后呢 呃 一进房间呢 哎 有这个 呃 一个越南的给钻摸 然后前头还站着几个啊 供小明去挑选 哎 这小明呢 就是春风得意 哈哈哈 呃 就这么着呢 又激逗了一碗 啊 呃 今天的视频啊 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呢 我继续给大家讲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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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程